大家好,我是愛的元神 我今天帶給大家古北帝 奇葬53 生俠4 蝴蝶石 飛獵手2 潮溪9 明朝一條龍1.0全收集 任務生俠其廠鄉寶箱 飛獵手 潮溪至一件戲 生蝶蝴蝶 好,那我們這一批要來到 這裡是 夜明坡右邊這一個矛點 那到這裡之後 我們先看到我們的南方向地圖下方 這邊這裡有一隻吸塵蝶 好,我們問一下吸塵蝶 然後跟著它走 好,它到尾之後 我們再往我們的北方向地圖上方這邊看 這裡有個挑戰 跑酷 好,這邊跟著前方的 鉤子勾過來 然後往上走 繼續 鉤子 到終點出現 我們從基準奇藏箱拿到它 拿到之後 往西方向地圖左邊 在對面那塊石頭上有一個飛獵手 這個要動作快一些 從旁邊爬上去 很靈跑過去 好,拿到它 拿到之後 再往我們的東方向地圖這邊 這邊跳下來 這裡 這兩塊枯木的 中間 這裡是一個普速奇藏箱 歸你 拿到這一個普速奇藏箱 然後拿到之後 我們再把石條轉到我們的西方向地圖左邊 這邊我們走出來 好,這裡是一個潮汐之儀 我們來把怪清一下 好的,我們切完怪之後 來 開啟這個 有潮汐之儀 拿到之後 我們繼續往西方向地圖左邊上來 這邊是一個解密 那這個的話 我們要先 先點 它這個是有順序的 我們先點亮我們的西北方向地圖左邊 沒有石頭這一個 沒有石頭這一個 它旁邊沒有石頭的這一個 是第一個 給它點一下 好,接下來是我們的東南方向地圖右下角 小塊石頭這一個 這完了之後 再看到我們的北方向地圖上方 這邊 這個 中塊石頭 這個打一下 然後在西南方向地圖左來角 這邊是 石頭最多的這個是最後一個 每一個都打一下 這邊的奇塘箱解鎖 拿到的 物盡其用 好,那拿到這個奇塘箱 然後我們再往我們的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這邊走 在這個草叢後面 好,草叢後面 這邊左邊有個大石頭 那我們往我們右手邊看 這裡有一個 這個可以可控物啊 大家控制一下 然後拿過來 回頭把這個大石頭炸開 裡面是 基準 奇塘箱 然後到這個奇塘箱 然後往東方向地圖右邊 走到前方那塊石頭的學家邊 好的,那左道學家邊我們低頭 在下面的平台有一個枯木 然後枯木啊 我們下來一個下落攻擊 把它打掉 打掉會出一個 輔速奇塘箱拿到的 超貨 拿到這個奇塘箱之後 我們再往我們的北方向 北方向地圖上方 這邊我們走到學家邊 然後直接我們來跳 好,佳麗夏這裡你們看到有一個 石頭 過來把這個石頭打碎 把我打碎 裡面一個樸素奇塘箱 撿起來 撿起來之後往東方向地圖邊 再河對岸 那邊有一波怪 好的,游過來我們把這波怪清掉 好的,清掉這波怪之後 拿到這一個基準奇塘箱 拿到這往東方向地圖邊 鬼這邊走 走過來來到這條路上 然後順著這條路往前走一下 這邊能看到這一個大石頭 那旁邊這個可控物撿起來 還是把這個大石頭打碎 裡面是一個樸素奇塘箱 你撿起來有其用 撿起來這個奇塘箱之後 往我們正前方 這裡往上爬 爬上來看到我們的左手邊 西北方向地圖的彎角 這邊是一個潮溪之一 好的,來清一下怪 好,清了怪 拿到潮溪之一獎勵 這怪的收穫 拿到這個獎勵之後 我們再往我們的東方向地圖邊 這邊走 東方向地圖右邊 這裡一直走過來 在我們左手邊這裡有一個營地 跳起來之後 這條路走上去這邊是一個營地 走進來之後 這邊是往右手邊看 在這個膠囊房裡面 這裡有個樸素奇塘箱 我們把這些怪全都清掉 好的,清了怪 來開啟這個樸素奇塘箱 拿到之後我們先走出來 走出來之後 往西方向地圖左邊 我們要上到對面去 這塊布我們越不過 往左邊這裡稍微繞一下 好,這裡爬上來 在前方這裡又是一個營地 來把這一波怪清掉 好,清了這波怪之後 來開啟這個基準奇塘箱 拿到之後我們再往我們的 東北方向 地圖右上角 這邊我們走上來 在前方這塊布的底下 這跳出來之後 在這塊布底下有一波怪 往往左邊看 這裡是一個 金蜜奇塘箱 來清掉怪 好,那我們切換怪之後 來拿到這個 金蜜奇塘箱 拿到之後 我們再把血條轉到我們的 東方向地圖一邊 這裡過來 這裡過來 這邊有一個變成那個 油鴿蝶的挑戰 變成蝴蝶 這挑戰 是這樣做的 好,首先我們要去吃金幣 好,那這挑戰是吃金幣的一個挑戰 我們按住前進鍵 就是加速 後退鍵就是減速 然後 不按的話就是匀速 那 通過 鏡頭 通過 視角 通過視角來控制這個方向 這邊是這樣的 這裡一個都不能漏 最好看清楚 然後再 穿過 好,這邊 挑戰完成之後 三個其他箱 撿起來 一個朴素 一個基準 一個精密 好,這裡拿完之後 西南方向地圖主來角 這邊這個水池中央 天上啊 水池中央空中 有一顆 聲霞 從旁邊 高一點的位置跳下去 好,跳過來 拿到聲霞之後 我們再把水條轉到我們的西南方向地圖主來角 這邊游出來 這裡有一個細聲碟 好,摸一下 然後跟著走 一路跟著它 回到它的底座 好,這裡跟著它回到底座之後啊 如果說 沒開這個錨點啊 這個錨點沒開的小夥伴啊 現在盡量去開一下 如果說開了的小夥伴啊 我們現在把水條轉到我們的西南方向地圖主來角 從這邊爬進去啊 好,撿來 然後回頭這邊又是一個營地 這個營地把怪清一下啊 好,清了怪之後 這個起床箱解鎖 這個膠啊 灰光起床箱啊 撿起來機會排床 撿起來之後 我們再看到我們的左手邊西北方向地圖主來角這個膠盲房 從這邊走進去 走進去 右手邊開啊 這邊有一個 叫天公布工存室 和它對個話 好,繼續和大家對話 好,這裡的話會 稍微卡一卡吧 有可能 之前 唸一個號玉袍的時候 它就卡了一下 反正你等它走出來跟著它走 一直跟著它 遇到怪我們就把怪清掉 清了怪繼續跟著它走 好,繼續行怪 好,繼續跟 好,繼續跟 又直接撥怪 好好繼續跟他 好一直跟他到位和他對話 好的然後現在他給了我們什麼鑰匙啊 現在我們再打開地圖 傳送到古北地右邊這一個矛點 好的那過來之後我們把飼料轉到我們的西方向地圖左邊 從這邊走 好這邊跳下去 跳起來喔跳下來 在平台上啊這邊有一個解密 這裡有個解密 這個解密的話是這樣做的 他是俄羅斯方塊啊 我們隨便的隨便拿起一個 然後把它放到上面 就是重合的位置 直接我們旋轉一下放到最左邊 最左上角啊 左上角讓大家重合 好放到這裡 好然後回頭 第二個放到這裡 第三個 先給他轉過來喔 好這樣的話解密就完成了啊 這個好煩喔 有金我等一下給他 給他撿起來啊 吸準其常下 然後往北方向疊圖上放 這邊走過來有個坑 坑中間這裡有一個生霞 跳起來拿到打 拿到這個生霞 然後我們再看到我們的東南方向疊圖右下角 這邊有一個柱子 柱子上有這個細生疊 摸一下 好然後跳起來 跳起來再摸一下 那在我們左手邊這裡有這個解密 這解密的話 在這邊這裡有個石頭啊 西方向疊圖左邊 這邊這裡有個石頭 把這個石頭給他打了 打在裡面是一個 可以控控物 控起來的東西啊 我們帶起來這個東西 在地上有個圈啊 我們旁邊地上有個圈 看到沒 然後我們走到這個 走到這個 這叫什麼 不知道啊 這個底座這裡啊 然後放下 不要投資啊 放下 看右下角 等一下啊 我撿起來啊 你們看一下啊 右下角 右下角這裡是投資 這裡是放下啊 點擊放下 不要點投資啊 放下 然後讓它壓在 壓在這個 底座上 好接下來在我們旁邊 這邊這裡 這個火球 撿起來 西北方向 地圖左彎角 這個荊棘給它燒掉 這裡是 另一個 另一個這個 牙機關的這個東西啊 隨便放一個 好 把這個放下來之後 再看到我們的 東方 東方向地圖一邊啊 把這個 火球撿起來 中間這個 用火球 用火球來放 好 火球放這裡 這個寶箱就解鎖了 我們來拿到這個 基準起床箱 然後之後我們再回頭 東方向地圖一邊 會來把這個 氣增碟給它送到位 好的 到位之後西北方向地圖左彎角 這邊是 任務的地點 這裡過來 直接點擊啟動啊 好 啟動之後我們進來 進來裡面有一個 朴素其他箱 結果先會派向用場 拿到對其他箱 我們這一P就拿這麼多 我們就下一P再見啊 大家掰掰 中間